大家好,我是Den 最初爆料那个事件 但在前几天将影片都下降 并将头像和频道名也都换掉的 拿着不关锁YouTube频道 宣布回归 重新开始公开了加害者们的影片 这位YouTuber表示 今后也打算继续处理那个事件 不希望有独自战斗的感觉 看到最近其他YouTuber们也出现 并公开他们的信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象 出现许多其他爆料者 从多方面攻击加害者们 这才是灭烊企划的完成 然后几位YouTuber们相继公开了 第六个嫁害者 在密洋进银口牛大肠店的他 第七个嫁害者 2018年因放高利贷威胁等罪名 被判8个月有期徒刑的他 第八个嫁害者 2016年为止在奏厂工厂工作 但之后就好像失踪一样 完全没有消息的他 接着另一名YouTuber声称 自己在去年11月收到了 那个事件受害者提供的案件判决数 但因为自己当时忙于其他事情 未能及时处理 并在影片中公开了部分判决数的内容 还播放了受害者的声音 但由于受害者的声音未经变声处理 按照受害者的要求 目前已经删除了 不过那个公开的判决书中 非常详细地记载了 当时那44个人渣 什么时候在哪里具体做了哪些行为 都说了什么话的内容 只是目前受害者 不希望公开详细的判决书内容 所以不方便在影片里说起 只能说 我真的是怀疑了我的眼睛 看完判决书后 就好像是看了很残酷的影片的感觉 心里非常不舒服 他们真的没有把受害者 当成人来看待 对一个已经被弄得神志不秦的小女孩 就好像排队等候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 无法想象 当时受害者会有多恐惧 多挫折 多绝望 因为判决书的公开 令网友们感到更加愤怒 希望YouTuber们能公开 所有加害者的个人资料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大 甚至有很多网友们 还以抖内来支持 爆料的YouTuber们 不过 也出现了部分频道 将无辜的人爆料成加害者的情况 而引起对私刑的两派论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无法原谅那些未受到应有惩罚 却还不要脸的过着日常生活的加害者们 公开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并且让他们亲自道歉 才能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那份判决说 当时应该是由法官写的吧 他们在写的过程中 应该也有了解所有内容吧 但他们却没有给那些害虫们 应有的判决和实行 你们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做了那种事 却还有脸说 自己三天连水都喝不下 说自己的心脏快要停了 这是让人气愤 失败者可是承受了这一切整长20年 看着判决书的内容 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更加惨痛和令人愤怒 加害者们做了那种事 却还能不要脸的生活着 而失败者却依然无法恢复 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听说现在加害者们会直接提供虚假情报 把普通人当作加害者来举报 让他们公开错误的信息 再借此控告他们 从而让语伦变得对他们不利 为了避免犯错 频道主也要小心 但是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留言 我也真的很生气和愤怒 虽然看到加害者的个人信息被公开感到高兴 但我认为私刑并不是解决之道 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自己遭遇不公 认为警方和检查机构处理不当而进行私刑 那我们还能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吗 其实目前爆料加害者的那些频道们 也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是违法 在影片中也表示 会接受相应的惩罚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也是非常愤怒 看到加害者们能这样被公布 都觉得很爽 其实我也是那样 但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就公开赞成私刑是应该的 因为私刑真的会引起很多副作用 所以对于私刑 大家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